大家好 我是华前面奥哥 今天呢是10月14号又来到了飞扬淘机来给大家讲述了一个 真实的一个拿火行情 首先呢是14普罗麦克斯256g的这些都是充电比较少电池100然后外观成是比较好的 目前我们市场上拿货的成本呢大概是5255的一个样子 然后我们改奥卡算上一些有位配件那成本就基本上核算到了一个 5300个样子 因为他是电池高外观好的 如果说你不要要求这么高的大概就是5000的拿货 目前14普罗麦克斯行情可能说掉了一段时间以后呢 还是维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 啊 水平啊 如果说后续呢看有没有可能掉了 那你看10月11月还有没有可能掉对吧 目前来说呢还是稳定的一些 这个呢是15普罗麦克斯256g这是国航的双卡 现在这种15普罗麦克斯市场上流通的是比较多的 因为很多 啊换了新款的16普罗麦克斯就把它拿到老里手里的旧款呢给进行一个回收置换了 像这台呢电池100外观橙色99新的目前市场上拿货呢是6800的一个样子 另外一台呢 这个只有93的电池电池比较高 但是机器拿货了只要6000 因为它的屏幕左下角呢是有外面的表面的一个滑损啊 但是你其实用起来呢是没有任何的 看不到的 第二个套也是一样 但是的价格呢就会区分很多 你里外外就差了800块钱 但是拿回去用的基本差不多了 二手手机呢是很看橙色的一个东西啊 橙色不同呢 它价格不同 这个呢是13普罗麦克斯512g的每晚无数单卡的机器 其实准确来说就是因为 从上倒下啊来引领的这个降价潮流16马上破发15降14降 然后再就13降 这种13普罗麦克斯512的大类存 目前我们市场上拿货呢 大概是4000块钱的样子 这个是橙色只是个小花机 如果说亮机的话大概就是4200啊 256g的大概就少个200到250块钱 少的也不特别多啊 另外一个大类存呢 毕竟还是相对来说呢 你能储存更多东西 买新的时候呢 差价还是比较大 二手呢 说句实话 差价还是比较小 这个呢是12普罗麦克斯128g 这也是难能 难能可贵的收到的 一台外观城市99层心很新的机器 而且不是幻科的 像这种机器真的是比较少 保养的 真的是比较好 所以说二手机呀 真的是看能 有的人爱惜 有的人不爱惜 当然电池它也是比较低的 只有81 我们是更换了一个电芯 咱们成本能合身到了两2550块钱 这是12普罗麦克斯128 它毕竟是一个6g的电芯器内存啊 当然当然这个手机呢是 没有高刷的 跟13普罗麦克斯还是有一些讲明显的差距 但是它价格比较便宜一些 这个呢是俗普罗256g的 这个机器就比较便宜了 是2900的一个价格 它还是无所的 哎呀 电池还蛮高 外观也还可以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这个手机有发型啊 兄弟们 发型什么发型呢 它就是屏幕有一块区域的漏液 这个漏液程度是比较大 还比较明显的啊 所以说价格会比较便宜 当然基本上是能一个评论价格给你的 大家如果是有什么别的机器想问的呢 都可以在评论下留言 你们的问题呢 奥哥都会一详细的回复 感谢了大家的支持